保理国中既的巴黎学生 冠军的母亲子之前 自己做熟胖来混散过 外生素的业佛经馆 也计保理国秀的老师 既中文两位对保理国秀 毕业的学生 竟然是清新由高中北斗 全公保理国秀来赏内 也就此感谢过去好好 陪老师对他们的在乎跟着 借由这次的面包 去回馈以前的市长 报了他们的教育职员 保理国中既的班学生 向保理国秀校长 轻松向水面争来的用意 人后将他们自己做的图诗 送给校长做礼物 表达他们的心意 虽然就由保理国秀和国中 两位校长背影 驾往教室 将图诗送给过去 在保理国秀时 教过他们的班导师 谢谢啦 我每一片要好好地吃 我每次都说谢谢你 老师会觉得很感动吗 会啊会啊会很感动 对自己做的这个图诗有没有信心 有 送给老师感觉怎么样 希望感谢以前老师对我的教导 我觉得学的还可以 因为本来以为面包就是 本来就放在那边的 结果不知道背后还要顾考箱 要等发酵时间 就很辛苦 有没有收获 有收获很大 贪到母亲前来到 一方面向过去爱让他们的老师 祝福母亲资 一方面也表达对老师的感恩资情 保理国中技艺班学生 特别自己做图诗 送给母校老师做合类 也典型他们在保理国中合适的身高 记忆专班是由九年级抽离出来 上课两天到高职来学习记忆的训练 跟记忆的认知 那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就是 希望每个孩子的天赋都能够发光 在兴趣 兴向方面都能够有他的出路 感受母亲节前夕老师的教育 感恩的心情 那我们非常佩服他们的技艺专班 学有所成 能够在这个温馨的日子 看到孩子的努力 我们也很感谢普女国中 他们对于教育方面的一些投入跟用心 保理国中表示 这些学生马上就要比较了 已经学习就不就专业地赏和纪念 就出来回报老师的才博更爱好 也是是很高的精神和目标 接着王家姓彩虹报道